手指修长 典型的水行手 水行手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温柔敏感有艺术气息 掌丘来看三宫饱满 福音深厚 特别是在水行丘 有一个宝镜纹 中指土星丘也建一个宝镜纹 双宝镜纹加持 是非常吉祥的符号 加上太阳线有多条 此生是必有贵人帮扶 小指水行丘 除了宝镜纹之外 本身也是饱满高通 还有多条钱财树纹 沟通能力强 能靠口吃轻松饭 从主线来看 脑线和生命线四年非年 即将脱离原生家庭独立 又对父母心怀感恩 自身独立之后 会经常反哺父母 从生命线初次来看 的确出身家庭环境一般 但是伴有上升线 此处的上升线 也叫希望纹 说明聪明好学 天资聪颖 自身独立能力也强 还有川掌人的胆识和魄力 利于事业 加上事业线非常的深值 和脑线以及生命线 组合成了元宝财库 此生亦有大财 加上前面两个宝镜纹的加持 贵人帮扶之下 事业是有长足的进展 不过在感情方面 确实差强人意 感情线倒纹和杂纹比较多 异性桃花旺 但是也不发烂桃花干扰 情路亦坎坷 脑线虽然长 但是也带锁链 脑线的形态也可以看出人 心理状态的变化 可见情路不顺 也让自己的心态受到影响 心烦意乱 感情线的尾端入了指缝 甚至有殷勤散财的可能 注意防范